你要想看到谁参与了这个科兴疫苗背后的利润分配的话 那你必须看它背后的股权关系变更 第一章 记住时间线啊 是在2020年5月22日 科兴疫苗的股权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但是你留意这个 它的公司的主体是在哪 境外 这个生产科尔莱夫疫苗的这个叫科兴中围 它是在北京 它的母公司最终控制人都是在境外的 中级控制人是在阿提瓜和巴布提 5月22日之后股权关系开始变化 这两个公司一个是威武资本 一个是上层资本 他们是一科转贷 它是750万 然后就占了7.5%的股权 是极其便宜的啊 然后还有这个上层资本 直接就是750万拿了7.5%的股权 这个时候科兴为什么开始有人往里进入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绝对有人有计划的 在在推出这个疫苗 你你在往后看啊 我这说的第二步 第三步你看谁又进来了 股权有股权变化 他就看股权变化 谁进来 对有一个新成立的公司 火速入股 这个叫科典 第四章 看看谁又进来了 哇 政大进来了 时间点 12月份进来的 他是用了 应该是5.5个亿控制了15%的股权 科转债 那两个公司威武资本和上升资本投的时候呢 股权还是相对便宜的啊 这绝对背景不一般的 这个时间点是2020年的股权操作 疫苗 他的第一支疫苗平成上市是21年2月5号上市 你要为什么这些人提前提前进行这个股权这个变更 结合在刚才的讲的那个2022年的年报 大家都看到他的盈利能力了啊 假设就是验钞啊 比验钞都厉害 爆料革命的老战友 这个一听就明白了 威武资本的背景就是黑石 就是王家 你看这富山的简历 发改为外资利用私 啊 长期在黑石工作 都被派到威武资本去了 这个威武资本就是也有外资 也有也有中国资本 他是一个拉金黄的平台 美国医药界的一些大咖都在里面 你想想这是黑石的背景 你才能享受到那么便宜的股权 他是最早动的 刚才不是说了吗 2020年5月份他最先介入 上升资本的背后呢 他是什么呢 他是和那个文云松是同学 他是先天域资本的联合创始人 他在这个地方不可能用先天域资本直接投 国内资本圈的人都知道 先天域资本就是文云松的 就是文家的嘛 是吧 他太敏感 所以说他打了个擦边球 让他同学出来 实际上背后还是他家 就像七哥这个最早的时候爆料 他说像这种 无论是国内国外 你百亿千亿的这种利润的这种 这种企业 只有全球的二十几个家族在玩 第五章里边又出来一个大咖 叫顶辉投资 顶辉投资这个东西 我当时看到这些文件的时候 我也吓我一跳 我那天哪 这是什么 这是奖派 奖派 在投资界都知道 这是在这个总部就在上海 包括他一些里边的一些认知人员 都是在中金的工作经历 中金的工作经历 这个公司是在新加坡 都是在境外 他也投了不少 你看他也投进来很多 他直接玩的更直接 他是玩了个股权转让 他是直接从老股东 强心自白 你看这个老股东里边有个强心自白 他直接从强心自白那边 硬硬的要了一部分 也有可能就内部转让 就是内部转让 说别了就是勾兑 中南坑里边的勾兑 就是咱们这个疫苗要挣钱了 对吧 也让你进来分一分 分一块 用资本运作的手法 给你输送利益 他们也有联合 整个这个股权版图 有黑石 王家 鼎徽 江家 上层资本是温家 那大家再看看政大集团 大家都知道 那个最早的政大综艺 就是泰国的那个政大集团 谢氏家族 当时我发现这个案例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政大集团控制 中国生物制药 中国生物制药从香港上市 就是因为2020年的这笔投资 他在2021年的一季度 净利润就已经达到15亿 但是在那个2021年的时候 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没什么感觉 但是相信今天再给大家说的话 可能大家应该就恍然大悟了 整个疫苗的故事 就是人家制造的安排的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把你的身体打坏 就像你的结合七哥的爆料 是吧 就是病毒是手段 疫苗才是目的 最后是什么呢 黑暗力量就是消灭老弱病患 对吧 打了疫苗的人身体越来越差 抵抗力越来越差 你看 但是这个钱也没让你掏钱 他掏的都是什么 社保 掏的社保和这个养老 养老基金的钱 谁拿的呢 你通过这股权运 跟这今天应该都明白了吧 都是谁在拿这个钱呢 并且直接就给输送到境外了 合理合法 你一点毛病找不出来 合法的到我 先通过疫苗与大家这个利益 这个签身 这个自身利益有关的这个这个例子 更能看明白共产党是这么黑 怎么玩的 既黑了你的身体 然后还把你的钱给偷走了 最近不是这样是 这次是 我的GLES 这个经历 我说